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会属城自治地015702号 北市卫药广自治地113040234号 使用前请享阅说明书,请预计注意事项 欢迎继续收听来北山,我是湘芹 大家好,我是慧轩 我们刚刚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萃辞的故事 我和慧轩两个都北过萃辞 有很多,很趣味的过程 他带孩子去北山 我是自己,带我们学长去做气象观测 甚至心情去吹齿,住一枚 天气好,实在是很漂亮 有点像,我觉得仪式那种地方 如果要对一个地方产生感情来说 你要先了解 我们像我,慧轩有说 他们女儿自己做功课 意思是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去选择什么长枕种族 你也可以自己做功课 你功课做五条 我相信你的过程会跟人不同 对,你会对这些印象非常亲 而且也会有很赞的回忆 对我们萃辞到底 它的历史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会想要带小孩去这个地方 其实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因为他一定会经过台湾的第二高山 就是雪山 雪山其实他这里有很丰富的冰河地形的遗址 然后呢,他的林象啊 植物象,动物象也非常的多 很多都是以雪山命名的这个植物 而且他也比较初阶 就是说,其实你去爬雪山 你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亲子 亲子啊,学校啊,老师啊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天然的教室 那因为台湾你可以想见说 为什么亚热带他会遗留这样的地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妙的问题 就可以牵扯到很多台湾的前世今生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希望带孩子看到的 不只是很漂亮的风景而已 我希望就是说他会去想 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台湾亚热带为什么会有冰河地形 然后呢,曾经很多老师有讲嘛 就是其实很多生物呢 来台湾其实是有点像是生物避难所 就是有点像是台湾像是一个诺亚方舟的概念 所以其实呢,我那时候很好玩是 那一次我带小孩上山 我们不是都要申请吗 申请不是都要找队名吗 你知道我那一次队名用什么 我那次用冰河探险队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以前我的小孩子很喜欢小小冰 所以后来我们以前都用小小冰登山队 现在呢,这一次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就是有一些目的性嘛 所以我就是就选这个冰河探险队 那我觉得就是说小孩子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冰河地形 然后可以看到说 因为他们以前有爬过一些高山 他们有看过玉山原博 是那种攀附在地上的那种样子 那这一次呢,我带他们看到的玉山原博 是长得跟树一样很高 像巨木一样那么高 我希望树城他们思考说 为什么这个树就是它要防强风 那种很恶劣的天气 它就攀附在地上 可是呢,如果一个比较避风的地方 比较湿润的地方 它就可以长很高 所以我觉得植物它是也有它的韧性 然后它也有它很聪明的地方 它会去思考怎么应变这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我希望能带给小孩子的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是带他们去看这个萃池 我觉得就是也有机会呢 可以让他们譬如说去抱抱那个树 我觉得那抱树的那个体感是非常好的 尤其你是抱一颗圆博 那那颗圆博呢 其实是千年以上的那种树林 那其实呢 我一直觉得树是有林的 当你在抱他的时候 其实你跟他其实会产生一个很微妙的互动 但是我觉得这些的前提就是 你的心一定要很静下来 然后要很感受这个环境 而不是说像我觉得有些山友 其实他在山上还是会 讲一些山下的事情 或者说甚至放音乐啊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跟环境有很多的这个互动 譬如说其实圆博他有很多的特性 譬如说他长得很慢 他一年呢 可能才长不超过0.1公分 然后呢 我那时候形容他是千年姥姥啦 他有很多台湾那个前世今生的密码 而且他见证台湾很多的变化 甚至对甚至以前有什么火山爆发 或冰河来过台湾啊 或很多什么水灾啊地震啊 他其实都看过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那还有就是我刚刚讲他能屈能伸 他真的很像姥姥 对啊 自己有魔法嘛 在地上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他算是真叶嘛 他算是真叶木 所以他的那个本身 其实他他的有一种味道 然后那种味道可以防虫 又可以抗发炎 然后呢 甚至以前那个鹿野中雄 日本时代鹿野中雄 因为他常常去雪山 他每次去采集啊 做研究 或是自己去爬山 已经去了好多次 他就是有一个形容 他觉得说这个玉山原博 他闻到那个味道 就会让他很兴奋 虽然他汗流浃背 但是他还是会很兴奋的往前进 所以呢 圆博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个兴奋剂 就是他也对他有很多的描述 还有就是啊 像那个生态的那个陈玉峰老师 大家如果有看过公式的那个神殿 这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就是 他的拍摄地点 就是在这个翠池 这个玉山原博的纯林 那这个呢 这个老师就形容啊 他觉得这个圆博像是绝地武士 因为呢 他就是千年来 他可以应对这个环境 他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生存的能力 那还有就是 他把这个整片的圆博存林 叫神殿 他觉得是 有时候我们人不是都会 拜很多不同的神旨 但是呢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其实大自然 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导师 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崇拜或崇敬的一个神旨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有时候 其实你一趟的山形 其实你会 从大自然里面 其实可以体会很多很多的东西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对 玉山圆博的一些感受 我不知道像秀珍姐 你常常去山上做一些 像气象的调查或什么 对 你从圆博身上 是不是也有一些体会 我觉得他 生意就很慢 很慢 对 对 圆柳区 就我们刚才说的 很像老老的 对 我觉得他能屈能伸 他是我们登山学校 象征 真的吗 我们登山学校的 标志 对 我们的校徽 右下角就是一个圆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 是我们八山的人 应该学习的 对 那你要去到这个萃尺 我觉得 要去看到这么漂亮的 这个圆博存林 我们也是 之前我们两段都有说过 你要有 好好的这个 训练 对 派东西 你对标志要有了解 我相信 很多听众朋友 都去过到祖风 雪山祖风 对 但是就不需要下去萃尺 对 那这要特别安排 所以 在这个学祖 这段标志 你可能都已经知道 但是你要想看看 你是要种种 冰锅 搬越雪山 下到一个谷地 是 对 那你如果在这个 冬天的这个时间 要特别注意 就是减冰这件事 对 有很多件 都是在 已经 圈谷 要起立到祖风 那有一个 大厨头的 的地方 都在那里 因为就是 他减冰 我们穿冰杂 不能操作 你说我如果穿冰杂 我就买骨了 不是这样 我们穿冰杂 搭配你的 鞋子 又来牛舌 还是说 你要怎么样 平衡自己 才不会摔下来 因为在那边 已经发生 很多件 摔落的事情 里面都 有的都脑震荡 这非常危险 你如果要走这条 有路线 你就特别注意 脑震荡 就是点七卡 七卡三庄 起来 还是都一直 买鞋 对 枯坡 来到369三庄 后边 那片的黑森林 又继续摔 摔到圈谷 圈谷开始 你开始 祖风了 开始下跌 对 下跌 这个碎石坡 要怎么走 你一定要 日志行 我们说的 日志行 就对了 你不是说 垂直一直下去 对 我跟你说 你的胸子 最上 对 你如果不小心 因为我们的垂直 脚会越 算是会滚 就会一直往下 因为它的石头 不是那种 很平整的 都是有零有脚 大大小小 所以你一定要 慢慢这样 姿势行下去 就是减缓它 减缓坡度 就对了 我们在这个 登山学校 YouTube上面 你都看 要怎么走 休息步 对 这个部分 你有法 安全到 你才有 10条去 陷伤到 刚才会先 说的 这些风景 像这种碎石坡 它 尤其像下碎石 它没有绳子 给你拉 没有 你就是要完全 用你的腿力 跟登山障 去做这个路线 还有就是 有一条 就是那个南湖 南湖下南湖的 那个 下南湖圈谷 那个 那个也是 类似 对 但是那个 它虽然一开始 开头的时候 有一个拉绳 但是它到后来 也是没有 不过南湖的那一段 它比较是 有这个 土径 对 比较 它也不是 一直抖下去 但是呢 翠池 这个碎石坡 是很完整的 一个碎石坡 它其实就是 这个 也算是冰河 留下来的 一个遗迹 让它这个 很强烈的 这个风化作用 所以才导致 这样子的一个地形 有一个 伯母 各位 听众朋友 不管是 白驾 还是 下驾 尽到碎石坡 我们 脖子要 比较 小 不要跨距 我们脖子 不要太大 你脖子太大 间隔太大 你就会滚了 可是你如果 间隔 比较小 就算你 稍微滚了 你也可以 马上可以 维持住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撇步 大家都要记得 人家看到 碎石坡 很兴奋 直接要去溜滑梯 而且有时候 我是觉得 下那种陡坡 是不是 我们有时候的重心 脚步的重心 是不是要稍微 稍微有一点 那种深蹲的概念 或者说 稍微往后一点 不是要一直往前冲 没错 没错 我们的下盘 就是说 我们的重心 要放在下盘 稍微微的蹲低 对 以前的挑夫 就是都这样 所以 这样较不伤到 你的脊椎 因为我们又悲重 对 所以这个部分 听着朋友 自己去体验一下 我记得就是 小小步 小小步 这样去走 就对了 对 较安全 对 OK 所以 我觉得 就是 要赏 这个 翠瓷的 这个美景之前 就是有一些 基本功 我们一定要练好 那我们才有 多余的余力 才有那个心神 去欣赏 这个翠瓷的风景 你下坡 鞋带 一定要绑紧 对 我们在雪山 上面 是祖风 去拍完照片 一定会休息一下 你要下去 进行 先把自己的鞋带 对 跟你的鞋子调整好 背包也要调整好 记得那个背包 就是要贴近 自己的背部 才不会晃来晃去 摩擦 鞋子也是一样 你要把鞋带 绑紧 绑紧你的脚跟鞋底 鞋子才不会 一直摩擦 对 我们经常 你笑 到了翠瓷之后 就采收水蜜桃 掌 取水泡 OK 所以这个 这都是小细节 但是 你如果可以注意 其实你 可以 有一专 很豐富 很美丽 的 刑定 这不是我们说的神殿 对 听着说 你可以先看公共电视 去出神殿 对 其实那个 现在上网 应该都还找得到 你如果看完之后 你再去拜访 我们这个翠瓷 你亲身经历 我相信 我跟你说 这世人 你都感觉 很值得 我非常印象很深刻 就是陈玉峰老师 有讲一段话 他说 不是人类抢救山林 而是山林拯救了我们 因为我们一直常常 人类都会有一个 那种 既有的概念 就是人定胜天 就是都是我们 我们操控一切 我们是万物之灵 但是其实你爬山爬九了 你就会觉得 你会发现 人类其实 感觉自己是 其实是很渺小的 你看嘛 你看这些千年元博 你看这些地景 这些东西 其实相对人的生命来讲 我们人是非常微小的 真的会变渺小 你看那千年的剧目 你站在她的旁边 你就知道 所以我们 今天来北山 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 冠结的时间 要继续收听 来北山